千百年来 有关曹操的评价很多面画 颇具争议 有人觉得他是一代枭雄 有人认为他是大奸大恶之徒 喜怒无常的奸臣 是一代奸雄 对于曹操 我们应该持一个相对开放的态度来看待 他的身上是有不少争议的事 比如杀吕伯舌一家 比如洗好人妻 但是曹操又有着非比常人的雄才大律 有着令人叹复的人格魅力 当时对曹操誓死效忠的人不在少数 这样的一个人身上 总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灵妖要给别人留点后路 曹操是一个杀起人来不太会眨眼的主 逃难路上杀伯父吕伯舌一家的时候 是那么的冷血和决绝 但是曹操的刀下也并非没有活人 大将张辽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与吕伯一同被擒于白门楼 曹操看起忠意 收他为将 除了张辽 还有关羽 而曹操当年没有杀关羽 在今后看起来 这或许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好的投资 当年刘被冰败出逃 关羽和两个嫂子 被曹操大军围困 张辽前来劝降 一向高傲的关羽 最终投降了曹操 曹操对关羽那是百般的宠溺 送金钱 送美女 许高官厚禄 关羽心系大哥最终没有留在曹营 但曹操对他的这份情谊 还是留在了心里 很多年后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惨败 如果不是关羽镇守华容道 放走了他 那么他可能就回不去了 灵二说到做到 另行禁止 曹操是一个很有威性和魅力的领导者 至君严明 凡是他下达的命令 没有人敢不听从 能够做到这一点 除了官威 自然还有强大的人格魅力 有一年卖书时节 曹操出征 军情紧急 大部队行军急速 老百姓吓得不敢出来收庄稼 曹操见自请警 便下令 如果有人胆敢践踏百姓的庄稼田地 立即斩首失众 但很不巧的是 有一天曹操自己骑马路过一处麦田 突然飞出几只鸟 战马受惊 一下子冲到了田地里 天字犯法与庶民同罪 曹操便要求行刑者 将自己斩首示众 身为大军的主帅 一招的丞相 哪能说斩就斩 后来在身后百官的劝阻下 曹操拔出佩剑 割了一把自己的头发 作为对自己的惩罚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 军中和百姓的耳朵里 全军上下 人人敬畏 不敢违背军令 百姓是交口称赞 林三不图虚名 注重实际人生 到了中后期的曹操 我相信他是有称帝欲望的 而且当时的他 也具备称帝的实力 满朝文物 基本都是他的人 但是曹操最终 没有选择走出篡位那一步 当了一辈子的大汉丞相 他时常以周公自比 意思自己只是一个辅证的人 懂得控制欲望 是人生的一个大智慧 实际上 在三国还未正式形成的初期 元树曾称过帝 过了几天皇帝的阴很快便被灭了 而曹操虽然一直没有称帝 但却享受着与帝王同等的待遇 聪明的人 不会太在乎一些虚名 他们会更看重实际的东西 我能得到什么 今天很多的年轻人 只顾追逐大公司和写字楼的光鲜亮丽 往往忽略了自己到底能得到什么 一天天的过 一年一年的熬 最终死于某个不起眼的小波兰 如果一份工作只是看起来比较光鲜 实则没有太多的价值 最好还是早点离开 千古多少事 刘雨后人说 曹操并不是一个完人 不如关于忠友 不如刘备仁义 不如诸葛善变 但他身上依然有很多闪光的地方 做人做事的一些理念 值得我们去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